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今天9月14号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 为什么在中亚在美国都会上演两出大戏 这个日子重要性甚至会超过刚过去的911 为什么这么说 我给您一一道来 当地时间9月14号 习近平主席到访了哈萨克斯坦 虽然哈萨克斯坦跟中国在文化渊源上 不如在经贸关系上这么密切 但是这一次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 为习主席献上了一份惊艳的礼物 那就是在宴会开始以后 两国元首在总统府共同观看了 哈萨克斯坦歌剧演员马依拉 用中文演唱的歌曲 硬山红 这位托卡耶夫 中文讲的比我只好不差 那是在北京语言大学 经过了严格的培训 对中文的了解 那是非常非常的精深的 不但是语言好文化也好 而且对正风民情了解的十分的透彻 你看这一次习主席来 他竟然挑选了这么一个快智人口 让人听起来信话弄放的歌曲 因为歌词里边说的很清楚 夜半山耕有盼天明 寒冬腊月有盼春风 若要盼得红军来 岭上开遍有硬山红 你看这个世界局势波澜壮阔 很多地方出现了很严重的危机 但是只要习主席来 那就相当于当年老百姓盼红军 习主席听在耳朵里 喜在心坎里 看他笑的那个自信 那个书心 那个自然 那个爽 已经许久没有见到这样的场景了 所以你看 别看人家国家小 国家小 有的是有智慧的政治家和艺术家 很多时候叫生不逢时 一个大人物 如果出生在小国家 那你也只能在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泥潭里 在那里折腾 最牛叉的 往往能出好作品 跨时代的大作品 大人物的 通常都是大人物 出生在了非常强悍的国家 非常强悍的民族 你看杜福生在中国 这样的话 李白虽然是哈萨克斯坦人 但是你看李白从小在中国长大 这就决定了他成为世界级的诗人 你看这一位 这个哈萨克斯坦的歌剧演员 唱的那是真好 从今以后 我相信下一期的 中国好声音也好 或者是歌手也好 我预计会有哈萨克斯坦的演员出席 而且会用中文唱 硬山红 而且排名最后成绩不会低于前三名 这百分百 本来这些歌唱比赛 就是安排好了的 有一次我跟这个小哥在北京吃火锅 他的经纪人跟我说 这个湖南卫视找我了 让我们去参加歌手 我跟他们说好了 不低于前三名 我们就去 要落出前三名以外 我们就不去 结果果不其然 小哥在那次演唱比赛里面 表现得非常好 表现得非常好 这些都有点扯远了 那你看这个哈萨克斯坦的歌手 确实对中国的情况了解的很深 比自己中国土生土长的那些所谓国际级的艺术家都要强 你看当年这个朗朗 朗朗算是国际级的艺术家了吧 他跑到美国来 当时正好是 阿巴马会见 胡锦涛 会见挺好 结果请阿巴马给大家演唱一曲 他演奏 他演奏了一曲上甘岭的插曲 一条大河 波浪宽 当时我看到这个场景就心里咯噔一下 我觉得朗朗这帮人 后头这些人 那真是一高人胆大 跑到美国来 在白宫演奏 反美歌曲 为啥上甘岭是写抗美援朝的吗 那里面一条大河 波浪宽里面说的很清楚 朋友来了有好久 若是敌人来了 有猎枪 明明白白的在白宫告诉美国总统 我对你啊是猎枪伺候 当然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朗朗他们赶紧道歉了 说我就是个音乐家 我不知道那首歌里面 还有这么强的政治背景 当然了 国内的这些老粉红小粉红 说你就别装了 你这个团队 你不了解你的团队难道不了解吗 你的团队里面这么多中方工作人员 难道不了解吗 事实上他们认为朗朗是了解的 了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那就是他们也是深度明白 中美两国在法律 在文化上的差异 就是我在美国骂美国呀 美国人反而夸我 反而表扬我 但是如果我要是在美国 骂了中国 或者对中国有丝毫的 这个言语上的这种不逊 马上你就会被射死 会被掀个底罩 他们这叫柿子剪软的捏 就是欺负美国人这个劲 结果果不其然 这个事情朗朗在白宫演奏反美歌曲这个事儿 也登上了美国的媒体 这事情出了以后 白宫反而替朗朗说话 说你们不要犯政治话 朗朗你看演奏多好 我们向他表示祝贺 向他表示感谢 你看这就是美国人的这个范儿 这就是美国人表面上看大大咧咧 但是叫抓大放小 只要大的事情上 胡锦涛只要能答应我不在南中国海 进行岛屿的军事化 那我就等于赢了 我何必去纠结于人家这个音乐家唱了啥呢 演奏了啥呢 但是奥巴马幼稚就幼稚在这里 他万万没想到 万万没想到 不但朗朗是假的 胡锦涛也是假的 因为他们从美国回来以后 就悍然撕毁了 不在南中国海 把岛屿进行军事化的承诺 全部给搞成军事化了 一个都没漏 那这种情况下 美国这帮军事 这些国家安全这方面的人 也觉得被涮了 他们真正的体会到 所谓的双赢 那就是中国赢两次 所谓的多赢 就是中国要赢多次 那这种情况下脱钩 是唯一的选项 而且美国在这方面 也已经走入了一个 接近于红色恐怖那个情况 你看这几天 美国的有关部门说了 推特里面也有中国间谍 你说有没有 以前有 他也可能认为没有 两国关系好得很 纠结这些事干嘛 谁还在哪 谁在谁那还没有间谍 你看现在 他就不是这个情况了 不是这个情况了 所以你看 我们看这个哈萨克斯坦的 这个访问 开了个好头 开了个好头 习主席听的是心话弄放 但是这种高兴能维持多久 大家没把握 因为在这场峰会里面 这个上海合作组织 这个峰会里面 他到底要不要和普京见面 外界都还在猜 但有一点是肯定了 他们在外界方面 可能会共同进退 比如说在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里面 这次不去参加英国女王的葬礼的领导人 就有习就有普京 当然了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 开玩笑说 英国给的待遇不好 因为白金汉公发出声明了 所有来英国参加女王葬礼的这些国家领导人 都没有钻车 给你塞进一个小面包 就是一个面包车 那谁和谁挤在一块 这里面很讲究 你说习主席怎么能忍受你们这种待遇 是不是 那肯定得给他个钻车 普京肯定也不会 对吧 所以他们就不去了 当然这是一个段子 不知道真的假的 那对习普会会不会发声 为这个事情开路的 开路先锋 是中国全国人大主任委员长 立战书 他刚刚从莫斯科回来 当这个访问 也令各界有很多的揣测 那根据俄罗斯方面的公布 说立战书明白无误的表明了 北京坚定的支持俄罗斯 但是北京方面的通告 没有这些内容 当然了在这个方面 我不认为俄罗斯改汉人撒谎 对吧 那各界都在猜测 北京对莫斯科的支持 到底能坚定到什么程度 从立战书的发言来看 那个调门还是很高的 那就是双方的这个合作 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且将来还会继续怎么怎么样 给人的感觉 那中俄两国 那仍然是上不封顶 下无底线 但是立战书这次却又没有给多少 普京实际的这个支持 那这里面有两种可能 一种那就是中方打算耍普京了 因为普京在战场上一败涂地 他的输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大输小输的问题 肯定不可能赢 对吧 你说西方 西方现在对俄罗斯的这个对这个乌克兰的援助 每个星期都有五到十亿美金 这个数量是相当大的 最后打仗 原来是打人 现在就是打钱打情报 在这方面 中方和俄方都看得很清楚 慢慢的 俄罗斯肯定就撑不下去了 那当然 虽然这个 立战书没有在俄罗斯进行实质线的支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方要和俄罗斯脱钩 因为很可能这里面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针脱钩 另外一种可能是真正的大礼 要让习主席亲自送上 那就像当年普京去中国的时候 还要亲自带着他去天津 去亲自去做这个煎冰果的 对吧 大家都印象很深 那会不会普京和习近平见面 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那在这次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召开前夕 克里姆林宫仍然说 说这个上河组织 面对西方提供一个真正的替代性的结构 强调这个组织囊括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 这是要真正要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 这个说法很显然就是 死期白恋要把中国和俄罗斯捆在一起 要把习主席和普京要紧紧的捆在一起 如果这一点能成功的话 那就意味着中方和俄方联盟联手 要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 在亚洲就是要跟这个跨的对抗 那时候两大阵营新冷战 全面的拉开序幕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不清楚 习中国的最高层 对这个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 他们是个怎样的判断 如果他们判断失误 那这个代价是十分惨重的 那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坚定的和俄罗斯站在一起 为了只要是为了反美 为了反欧美 只要是他们的敌人 都是我们的朋友 如果你这么捆在一起 我觉得就太可惜了 就会成为本世纪之内 最可惜的一次机会 让世界跟中国复合 世界跟中国貌合身离也好 这个分分离离也好 目前为止关系很僵 互相不信任 但是还没有形成仇敌的关系 为此西方都做了很多的准备 对吧 那现在这个对抗的局势 是十分明显的 尤其是在俄乌战争 这样一个轰动全世界的 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 欧洲地面战争 开始以后 在一开始中方就是坚决的 站在了俄罗斯一边 尤其是在信息舆论方面 那简直就是一个盟军的角色 你看这两天俄罗斯的军队 被乌克兰打的是丢盔气甲 一泻千里 但即使是这样 中方比如说像胡锡进 像这个所谓的这个著名的 公众号牛潭琴 孩子那里死气白裂的 不甘心说 这个到底是乌克兰陷入了 俄罗斯的陷阱 还是真的在战场上取得了优势 这都还很难说 难说啥 大家看到我片头放的那段视频 俄罗斯的坦克 在知道乌克兰大局反攻之后 仓皇逃窜的情景 仓皇逃窜的时候 甚至把自己的兄弟士兵 从坦克上一脚踹下来 因为你在上面他跑的就不快 而且我得顾及你会不会摔死 我开起来不能全速前进 一个一个从坦克上 把俄罗斯士兵给踢下来 一路狂奔 还一下子撞到了树上 他们为什么跑这么快 这一次战争越打到现在 越发现 这就跟当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一样 那是美国和他的盟友 对俄罗斯进行了一个降维打击 从情报上 从武器的先进性上 那都不是一个量级 双方差出50年来 那现在俄罗斯打这些武器 你看那些坦克被缴获以后 那个坦克的那个 甲 那个坦克的那个甲裙 坦克就是旁边那个在履带旁边 围着的那些保护装置 本来应该是钢铁的 现在好吗 缴获一看一看里面是塑料 因为没有了 没有了 那这些东西 有台湾的媒体分析 军事专家分析 看看俄罗斯被缴获的这些军事装备 他们还在用6465年的那些设备 在跟美国现在的海马斯在打 你怎么可能打得过 怎么可能打得过 海马斯那个威力有多大 那是可以用卫星制导的导弹 导弹飞出去以后自己去寻找目标 而且比如说三枚五枚 十枚五十枚 这些导弹在飞行过程当中 能自动调整目标 这都是根据后方强大的大数据信息 进行的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瞄准了 俄军跑不掉 而且俄军那个土炮 只要开炮 通过远红红外装置 这些美国的海马斯这些武器 能够三五秒钟就能够侦测出来 对方的炮弹从哪打出来的 马上这边就会反击 一下就炸个正招 这种情况下可以说 你每一次俄罗斯 你发动进攻 发动炮击 都会招致乌克兰方面 特别精准 特别狠的一个打击 那一个海马斯上头 能背两百磅的炸药 那是很厉害的 那除了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差别以外 这个信息战 Intelligence sharing 就是美国和乌克兰的这种军事情报的共享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这一次大家都说 乌克兰是学了孙子兵法 采取了这个声东击西的办法 或者是叫声南击北 为啥 本来在前几个月 乌克兰国防部长也好 泽林斯基也好都对外界说 我们有在南部集中重兵 要展开一个大型战役 当然他这么说也没错 因为像哈尔松这些城市是非常关键的 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淡水供应都靠哈尔松 那更不用说他的其他的战略位置 通过他就可以掌控克里米亚的命运 确实我们今天看了 这两天我也看了很多美国专家的文章 特别是纽约时报 专跑军事的这些记者 做了这个podcast叫Daley 我仔细听了听他们的分析 这里面他有将错就错 阴差阳错的成分 一开始他并没有想 乌军并没有想学孙子兵法这一套 声东击西 这个声南击北 他是在准备在南部大打一场战役的过程当中 美军的情报机构 给乌克兰说 你还是别打 打南方代价特别大 而且你看现在你公布以后 这个俄罗斯把驻守在哈尔科夫的那些重兵 那些特别精锐的几千名士兵都已经调到了南边 你这时候别打南方了 不如将计就计 你打北方把哈尔科夫拿下来 结果这个泽里斯基他们就是将错就错 把这个重兵埋伏在了哈尔科夫附近 一举击溃了俄罗斯的防范 这里面的问题就是 那俄罗斯的军队从北边哈尔科夫调到哈尔松 美国看到一清二楚 但是美这个这个乌克兰的军队集结到了北方 这一点俄罗斯不知道 所以整个的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在打这场战争的过程当中 在美国和他盟友的联合之下 他们就是些瞎子 到现在情报属于一个特别莫名其妙的一个阶段 我看有人在网上还编了一个段子 就是又是用了那个大屠宰者 这个这个希特勒的那一段训斥他底下的将领 把这个希特勒呀形容成现在的普京 普京训他底下的将领说 你们难道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们的巡航导弹都是在深圳华强北装的 而且上面写了包邮买一送一提升50%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 看看你们这个仗打的怎么怎么样 这里有玩笑的成分 他确实的反映出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现状 那就是在军事实力上 俄罗斯根本无法和乌克兰和他背后的美国进行抗争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俄乌战场能够出现决定性的逆转 因为到目前为止20%的乌克兰土地仍然在俄罗斯的掌控之下 你说乌克兰反击那是打得很漂亮 但你说俄罗斯他毕竟人多是众 他又刚从小金那买了几百万发存在北韩库里不用的那些弹药 那些弹药打军人他是打不着的 因为无法精准制造 但是打老百姓制造恐慌制造人造灾难 俄罗斯这方面那是一流的高手 所以这方面的情况下 俄罗斯俄乌战场真正进入了一个叫 吹声窝叫消耗战看谁能消耗得过谁 但是消耗战一旦进入了这个阶段 我坚决认为欧美联手支持乌克兰 普京不可能胜不可能胜 那这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那如果这样来分析的话 在普京不可能胜的情况下 就像这个泰坦尼克号 你别看你这么威风 让几颗鱼了就给你炸沉了 这个鱼雷要沉了 中国和俄罗斯还在拼命的想占据那个头等舱 你占据那个头等舱干啥呢 这也是我对很多最近美国的很多智库 分析的不以为然的原因 很多智库分析说俄罗斯打败了 对中国未必是坏事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本身是地缘政治大国 又是核国家 不管怎么样 中国都会和俄罗斯表示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 那俄罗斯打败了以后呢 中方在和俄方打下到里面 这个主动权就更高一些 就更有发言权 我这种理论呢 你说 我就特别反感这些文科的所谓的这些知识分子 两嘴上一下嘴皮一碰 啥理论他都能说 我绝对不认为这是一个靠得普的理论 那就像我刚才讲的例子一样 他不是普通的战略伙伴 他现在是要被全世界进行制裁 他现在就是举日无多 他现在就像当年的泰坦尼克号一样 他要沉了 他要沉的情况下 你跟他说 我跟他在一起混 只有我才有资格做头等舱 那你做了头等舱干啥 跟他一起沉下去吗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都看到 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我节目开头说了 14号非常关键 一个就是休主席 你看到了哈萨克是不是见普京 那目前感觉见的可能性很大 那14号今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就是美国的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将要审议这个台湾关系法 这个事情是非常重磅的 我看很多中文媒体并没有重视这个事 如果今天这个美中这个台湾关系法 因为台湾关系法这个事情 可能会是近几十年以来 掀起最危险的一轮风暴 这个我刚才说错了 是台湾政策法 叫台湾Policy Act TPA 台湾政策法 被大家普遍认为是台湾关系法的升级版 那为什么叫升级版 因为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层面 比如说把驻台驻美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那意思就是不光是经济文化 而是一个全面的合作 更重要的是话说的很明白 就是台湾将会成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 北约盟友啥意思 北约盟友就是有那个共同防御机制 北约里面的任何一个国家遭到外国的攻击或者入侵 这个共同防御机制就自动启动 就开始开打 那如果赋予了台湾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样一个级别 叫major non-nato ally 那就意味着从法律上更明确了 更明确了 只要台湾受到攻击 那就应用北约盟友的一切待遇 那就开打 更何况在这次的台湾政策法里面 要决定四年内在军援台湾45亿美元 并开放攻击性的武器 售卖给台湾 那今天这个事情一旦通过 美国的一中政策就荡然无存 他基本上把台湾当成了一个准军事的盟友 将原来这些只敢黑只干 不敢明说的这些军事合作 提升为正式的盟友关系 也就相当于把台湾当成了一个正常国家 你看如果这个事情 做成的话 那中国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事实上就已经到了摊牌翻脸的时候 那现在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中方一再说 你又踩我的红线 大家以前开玩笑说 怎么这么多红线都给你踩成红地毯了 那这一次又悍然踩了中共的红线 现在事实就是这样 你越说这是红线 美国有帮人 特别是国会这些人 就越想践踏他 那这种情况发生以后 很多人把它分析成 等于美国民意代表 国会这方面 腰战 腰战就是说放开打吧 那这种情况下 中共也真的是被逼入了死角 后面台湾的情况会非常的危险 就像今天的乌克兰一样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乌克兰人民的正义抵抗 这个正义性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一旦台海战事开打 台湾的正义性也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他所带来的代价 能不能扛得住 这也是摆在每个人面前 不能去回避的一个问题 那真的是台湾这几十年来 以来的经济发展 逐渐成熟 逐渐令世界华人羡慕的民主体制 将会遭受到沉重的一个打击 当然了中方你也不会全身而退 就像我们以前说的 你的力气大腿比台湾粗 这谁都知道 但是他干不掉你 但他你啃掉你一条大腿 台湾和美国绝对是有这个能力的 那也有很多的观点 认为这个欧美这帮家伙就是坏 打这个倒一排 那事实上你看国会这帮人都坏 你如果这么弄 不就等于你把这个台湾要变成乌克兰吗 因为这个乌克兰付出了惨重代价 后面如果没有欧美这些军援 乌克兰确实挺不住 你看现在打的把这个这个北部战役 把普京打的这个落花流水 那就是武器起了作用 情报起了作用 但问题的关键是 不管从道义的角度讲 还是从现实丛林法则 以取胜为唯一目的的这样一个功利主义角度讲 欧美都占了上风 大家想想是不是 虽然听起来可能有点别扭 但事实上它确实占了上风 如果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成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白打了 要联合国干嘛 因为是有所谓的历史恩怨 按中国外交部的说法 有所谓的特殊的历史的经纬 你就可以侵略另外一个国家 那谁和谁之间没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经纬 那中国周边的这些越南菲律宾 柬埔寨老挝 哪个国家不和中国有长达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这些恩怨 如果有因为有这些矛盾 你就可以吞掉这些国家 那世界还有和平吗 所以在这一点上人家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 说的特别好 我特别佩服新加坡这个国家 人家说不是我们要选边站 而是我们必须量明立场 就是要坚决制裁俄罗斯 否则的话 如果丛林法则谁权头硬 谁就可以侵略别人 这个法则成为新的世界新常态 那我们这些小国家怎么办呢 你看人家说的特别好 所以道义上 欧美和乌克兰这一次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在这方面你还有怀疑 那政治就是昧了良心 那咱先抛下道义这个不谈 咱就谈实力 现在欧美 他就是要把俄罗斯给拖垮 把最好把普京给拖下台 甚至把俄罗斯给肢解 你有本事 别让他做成 现在欧美就逐步的要把它变成现实 那你在道义上又没有什么合法性 没有什么合理性 你有什么好抱怨的 放在台湾和大陆的问题上也一样 你看现在美国的国会干的事情 很像他们对乌克兰干的 那就是利用乌克兰要搞掉普京 搞掉俄罗斯这样一个侵略者 放在台湾问题上也一样 有本事 你就别让美国这么干 是不是 有很多以前中国大陆一些知识分子一些文章写起来说 某某某什么达拉喇叭 你就是反华势力的棋子 台湾你就是美国的棋子 反问一下棋子怎么了 人生在世局局心 谁不是棋子 有本事你让棋子为我所用 你不能为我所用 让一个达拉喇叭这么一个老和尚 在国际上的地位 你集中了陆海空三军 你集中了工农兵学商 一年砸几万几百亿的外宣经费 你仍然比不过一个老和尚 你就不会反思一下吗 那放在台湾问题上也一样 有本事 你就别让美国把台湾当成一个棋子 你攻心为上 是不是 你让台湾人民喜欢你 你让台湾人民爱戴你 大家打的红旗 巴不得你赶紧来统一了 那美国还有什么好打的牌呢 他就没有了是不是 归根结底 还是你自己不是个东西 你自己是一傻逼 你自己是丧尽天良 你还用指指戳戳 把一切造成这种战争威胁的这种风险 推给别人 所以世界在加速 不好办 不好办 大家看看片头 这个俄罗斯的士兵仓皇逃窜的那个情景 如果台海危机一旦爆发 打起来 我认为中共比俄罗斯的军力是要强一些 但是会不会也落得俄军这样一个下场 我看到也不是没可能的 那很有可能出现 那个军舰逃跑的时候 也和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这个 坦克逃跑的时候一样 只不过俄罗斯 那是他坦克插的是俄罗斯过期 军舰逃跑的时候 插的是五行红旗 这个不是没可能 人家说叫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不管是对也好 错也好 你每一个决定 讲的每一番话 都要付出代价 那现在俄罗斯和习近平他俩会不会见面 习利用这个机会是赶紧的和世界和好 甩开俄罗斯 或者是利用现在这个机会 真正的充当一次调停的角色 也未尝不可 但关键是 如果再错过了这次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机会 那泰坦尼克号 这个 头等舱里面 就剩你们俩 你能笑到几时呢 谢谢您 我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打赏 点赞 最近打赏的非常多 非常的感动 这也是让我多做节目最大的动力之一 因为做油管不容易 还要靠大家多多的捧场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我是李云迪 大家好 我是33岁的李一峰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今天能够站在钢琴大师李云迪的身边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先聊一聊娱乐界的这个大瓜 那就是中国男星李一峰又翻车了 他又犯了很多男生都会犯的错误 坦率的讲 李一峰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 看到照片的时候 我以为是化了浓妆的王宝强 你看他的脸型 他的眼睛很像王宝强 化妆化好了 那是一样的 但是仔细一看 没想到 李一峰真是个大腕 福布斯排行榜也曾经排名很靠前 更关键的是 他曾经演过主旋律的大片 扮演过毛太祖 毛泽东 那这一次他出事以后 很多人调侃说 哎呀 他入戏太深 以为自己真的是毛太祖吗 哎 得谁睡谁都没什么后果吗 当然不是了 毛太祖当然是没问题的啊 听惯了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 在很多人的回忆录里面 尤其是李志隋先生的回忆录里面 老毛啊 到晚年啊 那基本上工作和生活是不分开的啊 甚至在人民大会堂某个会议厅旁边 中央警卫局啊 都给他准备好了房间 里边有西瓜有瓜子有茶 当然还有硕大无比的双人床 那主席跳舞跳累了啊 就由围攻团员陪他到里边去 接着聊天 接着谈工作 也许啊 还一块抄党章 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我们节目相当多的篇幅啊 曾经讲过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这方面的丰功伪绩 老一辈的我们讲过毛主席 那毛主席和他的那些女朋友们 我们讲过十多集 更不用说 后来啊张高丽同志和打网球的那位 彭小姐啊演出了那一串故事 那更是当年的 脱号新闻 那看了以后啊 说实在话 如果你没有太多的分别心 如果你对政治啊 对人性有一定的深刻的认识啊 你就不会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节目啊 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什么非分的判断 有什么特别偏颇的判断 他们这几位老人家身体好 是党和人民的福气嘛 他到了晚年这么大年龄了 还这么能干 那都是党和人民的福气 更不用说 你看像这个 张高丽 他的能量 他的水准 他的段位 比毛主席啊 那要差出很多了 即使是这样一个 段位差出很多的张高丽 他都能在体力上 让这个网球世界冠军 四肢很健硕 世界一级运动员彭帅 如痴如醉 从心理上到生理上 都对张高丽 怀念到不能忘却 一分一毫的那样一种境地 那说到这里啊 就跟前几天新华社出那篇文章似的 说一分钟 新华社都不能离开党中央总书记的视线 那事实上 我看写这种文章的人 可能啊 是在感情方面 在对领导的这个期待方面 几乎和彭帅可以说有一笔了 要不然怎么能把这个男女之情的这种文字 这种韵味应用到对领袖的赞美上去呢 那这里面他都是相通的 那扯得有点远 说回李一峰 李一峰 李一峰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我看网上有很多阴谋论 讲的什么呢 说哎 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把李一峰抛出来了 就是要转移视线 让大家啊 忘却现在封城的痛苦 因为现在中国内地啊 这个因为变态清零 搞的是人人自危 很多城市啊都已经疯了 疯了大家是死去活来 这个事情都已经快三年了 虽然不管是这个张文宏也好 还是吴尊友也好 还是这个蝙蝠女王石正丽也好 他们都通过某种方式啊认为 现在这么搞确实不合适了 你看像石正丽 这百分百是我方人员是吧 他不也发了个朋友圈吗 他说现在的毒株和原来2020年的毒株已经不一样了 防疫政策应该与时俱进 这个时候他敢说这种话啥意思 那就是石正丽自己从完全科学的角度看 现在这个毒株啊 毒性大大的下降没有这个必要了 但即使是这样 全国人民啊都必须耐着性质忍住心头的弄火啊 把他内化啊 把他变成自己的内力 甚至啊给他legitimize 给他合法化 但这些事情啊 搞得时间长了啊 心里拧巴的时候啊 就会给身心带来极大的一个灾难 这波各地都出现了很多啊 跟大白打起来这个情况 还有叫冲塔啊 网络这个游戏用词冲塔 很多人啊从楼里冲出来和这个大白啊对打 冲破了封锁线啊 这种情况灵星在爆发啊 那这种情况下用什么东西来转移注意力呢 那当然就是用明星出事转移 最符合老百姓的这个预期了 当然即使这么说哈 我认为啊我们也不能弱智化 我们啊也不能跟赵立坚跟这个华春莹似的 张口就来啊 你说这个事情离一风出事 有没有起到转移焦点的效果 我认为是有的 但是你说是不是这个社会有一个 有组织的有建制的有计划的啊 一个完整计划 然后有专门的班子来执行 说一碰到这种时候 咱们就把谁谁给抛出来 这个我看还是有点牵强啊 但问题就是啊 中国大陆这个社会运转的机制啊 他在很多时间点上啊 看的是巧合也好 或者说是偶然也好 或者说是精密的设计也好 总是因为这个基数大嘛 一个是演艺员人体的基数大 再一个演艺人员 这些人民艺术家啊 得以双心的人啊 一个都没有 所以他每个人都有这种事 所以到这种时候啊 真的因为一些因素 抛出来这个事件以后 那确实起到了啊 引领舆论的这样一个效果 你看这两天 李一峰啊 简直是爆棚了啊 到这都是李一峰 那么他这个事情 我看里边还有一些诀窍 为什么呢 你看这里面有一波三折 首先 一开始他团队啊 还出来辟谣啊 这个辟谣 辟的啊 真叫打脸打得啪啪的 没过几天 人家北京市国安局自己公布了 说啊 演员李某某啊 涉嫌嫖娇 行政拘留 哎 话音未落 桌上台就给坐实了 公布 说这就是李一峰 所以啊 你看 李一峰倾刻之间从啊 封顶跌到了谷底 从众人仰慕的万人迷啊 跌到了万人彩 这种情况那真的是令人唏嘘 同时他代言的多个品牌 都已经连夜把它给出名了 那熟悉娱乐圈 熟悉这两年的正风渔情的观众 都应该知道啊 在这之前啊 可有不少人出事了 你看有特别令人想不到的 钢琴王子李云迪啊 也有让人想到 没想到出事这么快的啊 加拿大华裔演员啊 吴亦凡 哎 其实就有点奇怪了 这两年这么大的明星 这么大的味都接连出事 为什么李一峰还冒天下之大不韦 开始干这事啊 竟然让北京市啊 公安部门查阳大妈抓了个正招 这个剧本啊 都不用不用变情节 改个名字啊 把这个李云迪 把这个吴亦凡改成李一峰 就直接上演了 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啊 这么没有政治觉悟 这里边啊 我觉得大家把结果看得太简单了 应该这么说 我认为啊 官员机关早就掌握了李一峰 这些年的有关行径 特别是也有个内部人士爆料说 他这可不是第一次进去了 进去好几次了 所以李一峰的情况不是个突发情况 他这些年以来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只不过这次呢 被官员机关和央视联合做了个局 把他给公布出来了而已 另外啊 他可能啊 也是有点意高人胆大 那他跟李云迪似的 李云迪这个找人抄党章 是吧 找专业新工作者抄党章 竟然用支付宝转章 你看支付宝转章 一下官机关 比如说抓了一批这个啊 这个这个超党章的这个专业工作者 一看手机里说 哎 这800块钱发给谁的 谁给你的 一看哦 李云迪 一切就坐实了啊 意高人胆大啊 对这个正风人情啊 缺乏足够就不会来理你 这一切都证明是非常幼稚啊 非常脑子经常短路的一个表现 那李亦峰啊 很可能就这方面也不够小心啊 被坐实了一些细节 那党和政府 尤其是专政机关的这些手段啊 这些年以来已经到了登峰葬机 收放自如的一个程度 那为什么说收放自如啊 那是软硬监视李亦峰这些人啊 我认为很可能被上了手段 因为他们啊 不是住那个单元房啊 不是住那个出门 就有老大爷神秘证件的那种 普通公寓是吧 不是 人家住的都是高宅大院 像汤城一品似的 动辄一平方米好几十万上百万 那为什么他还给逮着了 那就是很可能被上了手段 因为现在这个这几年来 中国就已经建设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监控性国家 对这些敏感人物啊 对这些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啊 不管主观还是客观 对二十大的成功召开 会有立功表现的这些啊 专业人士啊 这些演艺界人士都有手段啊 你一举一动都给你查的一清二楚 只是暂时不想动你而已啊 那更何况像李这种人还找这种社会上的 闲散人员去查党章 那更容易连人证物证全给你凑齐了啊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啊 这些人啊啊真是歌行如歌山 演戏演技看着不错 但是对这个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常识啊 对这些坑啊 他的认识啊并不一定深刻啊 从这个角度讲啊 演艺界的很多人士啊 他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这个弱势群体 你看他一出事以后 连个北京市公安局他都搞不定啊 你再有钱再有名气 在专政在这个政治在局势的需要面前 这二十大面前 你连跟尘土都算不上 连跟小草都算不上 想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啊 顷刻之间让你身于明俱灭 让你啊啊 这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 这就是今天这些明星面临的下场啊 当然也许有人会问 哎这个这种问题啊 吕建普仙已经问的 有点这个大家听的 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那为什么呢 你看像李云迪也好啊 像这个吴亦凡也好 像现在这个李一峰也好 他有的是粉丝啊 而且那些女粉丝通常都是无脑女粉丝啊 目前为止粉丝里头啊 这个啊 胸大有脑的 我一个都没见着 也没遇到过啊 那么 这就有人问了 说女粉丝这么多 他为什么非要去找社会上的这些人 去搞这种啊 一次性这个暗次即废的这种超党装的这种交易呢 他就为什么选这个方式 哎为这个问题啊 我还专门请教了一些心理学的专家 尤其是性心理的专家 他们给了我一些思路和建议和思考的方向 有一位大专家跟我说 人做选择的时候 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啊 李一峰 李云迪这些人啊 情商智商都不低 他们仔细算了算啊 比较有可能的几种建立这个浪漫关系的方式 比如说啊 长期稳定的就是现在普罗大众 喜欢的这种啊夫妻关系啊 还有这种短期恋爱的 还有直接睡粉丝的 还有就是啊 这几位采取了这个嫖娼的这个方式 这里面所有最后这几种比较起来啊 哎 找性工作者啊 按次付费 是最能满足需求 又省钱 又相对保险的方法 这里说 这个保险啊 不光指法律上和这个金钱上 更重要的是指感情上啊 你说你说粉丝啊 一不留神啊 叫什么 炒股炒成老公 炒股炒成股东 炮妞炮成老公 你一旦炮上了粉丝以后 你甩不掉 你就要了命了啊 这对一个明星来讲 那是不堪其重啊 你看有多少人啊 你看那个唱歌的霍尊 那不就是跟粉丝好上了 是吧 女朋友是吧 还有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甚至是吴亦凡 一开始的时候 粉丝和他们都很好的 但好着好着啊 花无白入红 好着好着 这个感情啊 就变脂了 或者是变淡了 马上前边所有的这些细节 甜蜜的细节 都会被这个粉丝啊 这个女生啊 给他包装成自己上当说骗了 自己成了受害者了 你看那个吴亦凡的那个粉丝 那个叫什么 车美竹是吧 跑到自己主动跑到 吴亦凡的那去喝花酒 喝完以后 吴亦凡上了床 上完以后 还在人家那吃了早餐 还有车给他送回去 隔三差五的 吴亦凡还给他十万八万的 发一些零花钱 他以为自己啊 就成了吴亦凡的正牌女友 结果吴亦凡给他玩消失 突然不见了 怎么都联系不上了 这女生想来想去啊 恼羞成怒 说吴亦凡先亲他了 说吴亦凡欺骗他感情 拜托啊 谁欺骗你了 如果吴亦凡真的当初是性侵的话 那你现在回忆起来 怎么一副这种怨妇的口吻 实际上有哪一个被强奸的 被性侵的女生 还埋怨这个强奸犯 跟他见面太少了 搞了一次以后第二天就不见了 难道你愿意被多次性侵吗 所以啊 跟这些粉丝搞起来 那是麻烦无比 很麻烦 很麻烦 当然了 在吴亦凡那些案件里面 团队起了作用 团队可以帮他挑粉丝 现在行话叫选妃 是吧 比如说甚至是像吴亦凡这些人 像这个李亦凡这些人 到外地拍戏的时候 到外地有些情况下 沙漠里头 这个荒山遍野 有些条件也跟不上 这个吃的喝的都不咋地 那这个时候身体要满足欲望 没有这么方便 那团队就帮他选 那从各地来探班的这些女粉丝啊 就是这种选妃的最佳对象 当然这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算来算去 开了好几次会 那么李亦峰仍然决定 别玩那些虚的了 你们就到外头 给我找几个 什么这个在校的大学生啊 这个退役或者半退役的空姐啊 你们啊就给我找一些啊 按次付费就得了啊 结果没想到万万没想到 即使是这样啊 这么洁身自好 这么注重精神追求啊 这么注重感情交流的 这样一个李亦峰 仍然是马实前提给丢住了 当然现在聊起这些事情了 我认为啊 对这些明星啊 一方面他们有活该的成分 我说这话的时候 和北京大街上的老百姓 没什么区别 我也是其中之一啊 看着过瘾啊 是不是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最痛快的事情 无非就是看到啊 不管是当大官的 还是大钱的啊 原来关起门来 都有这么多麻烦啊 而且时时刻刻都可能被盯住 被绳之以法啊 被罚个底掉 甚至关起来啊 那这老百姓看了 能不高兴吗 当然高兴了 所以每次这种事情出来的时候 那都会冲上流量的排行榜的 前两名前三名 那是没得说的啊 同时我们转念一下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自己停留在 这个感官的宣泄 停留在情感的发泄这个阶段呢 那就是因为啊 我们如果想让这个社会变得文明一点 更法治一点 就必须啊 眼睛既向外看 又要向内看 那就是这个情况 怎么办啊 怎么能够让这个事情啊 对整个社会的运营 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说能是个正能量的事 那要能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说实话 对艺人这个群体 全世界没有那个国家 像中国这样 给他们赋予过多的政治 这个道德高低 谁会要求一个细子 是这个 那又猴用砖的人啊 在理论上不成立 现实中啊 不存在 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所以你把一批最不该给他 灌制于道德楷模 灌制于这种要求的人群 你用这个来要求他 那本身啊 就有很多的反制的成分 那在他们出了事以后 你又要用这种方式 来摧毁他的人格 摧毁他的事业 摧毁他的整个人生 说实话 这貌似也有一点过分 那问到这个问题 很多观众朋友也许就会问 哎 这事如果发生在欧洲 发生在美国 会怎么样呢 咱们节目啊 从来不搞啊 这个啊 政治正确 也不搞啊 为了抹黑某一方 拼命夸另外一方 这种二分法的事情 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啊 欧洲啊 那也分 那也得分哪儿 你像欧洲的 像荷兰啊 像这个德国啊 丹麦那就没问题 那嫖娃娃是合法化的啊 甚至在德国 这个退伍军人啊 或者是受的伤残军人 复原回家以后啊 人家一辈子为国拼杀 是不是啊 这个受了伤啊 或者年老了 体肉多病 但是他又有这个需求 那咋办 国家把这批人的性需求满足啊 例如医保 有国家来负责掏钱解决 那是你这个医疗保险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就不予讨论了 那我认为啊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做法 这才是一个顺乎天理人情的一个做法 有些伪君子 或者有些啊 道德方面的这个 他喜欢无限拔高的人士 就会说 哎呀 你这个性问题啊 合法化以后 那岂不是就会两大严重问题 第一会让人口贩卖啊 空前增加 因为啊 往往这个性产业 就会和人口贩卖 和黑帮和暴力联系起来 不能开这个口子啊 拜托啊 事实上有雄变 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 荷兰 丹麦 德国这些国家 因为合法化了这个性产业 导致了这个国家的人口贩卖 比以前增加了好几倍 没有啊 反而这几个国家都是在世界 在联合国有关排名里面 文明程度 法治程度 国民的幸福程度 都比较靠前的国家 那即使在那些 嫖娼 和幸福动作超党章 仍然是非法的一些国家 那也有不同层面的一些做法 也有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啊 你看像这个有些国家 像瑞典 他就宣布啊 性工作者本身啊 你是弱势群体 你实在没辙了 用这个方法来挣钱 你就挣是不违法的 但是嫖客违法 你来找妓女超党章 这就是违法的 他只抓嫖客不抓妓女 这是瑞典的做法 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这里面啊 社会管理是个细致活 绝不是啊 先把道德标杆拔得高高的 谁不满足了 我就先给他啊 上手段 给他记录下来 一旦社会有风吹草动 需要我把这些人抛出来 转移焦点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人抛出来 把这些人啊 从云端一下子甩到啊 地域18层下面 这样老百姓看着过瘾 但是过瘾归过瘾 你不觉得这样是从一个极端 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吗 所以我认为啊 对李一峰这些人啊 对李文迪 对这个韦凡这些人啊 就应该用法律来严格的规范他 但是啊 不能给人一棍子打死 应该给他们一条出路 你看李文迪 我衷心的希望他能到海外来发展 因为他不像演戏唱歌嘛 你弹琴又不用说话 在哪不是弹 到海外来以后啊 海外的舆论啊 舆论环境相对的宽松 相对的宽松 整个社会对犯了错误的这些人啊 也许是和他们的宗教信仰 宗教基础有关系 总觉得给他们一条生路啊 是完全有必要的 你像在纽约啊 纽约居然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啊 你去找工作的时候 雇主面试你的时候 不准问你有没有犯罪历史啊 不准问这个事儿 现在不准不光找工作 不准问了 现在在纽约你租房子 这个房东你都不准问房客 有没有犯罪历史啊 这都是违法的 为啥应该给这些人一个改国自新的机会吗 如果你全社会都把人家盯得很紧啊 都把这些过去的历史啊 当成评骗一个人的所有的一个标准和根据 那这些人出来以后没有生物 他不就又会重新回到这个犯罪的道路上去吗 所以当然了 我并不是说我赞成纽约这个做法 其实我有点反感 但是为了对比中国的这个做法 我认为还是应该给他们一条生路 那像美国的演艺界里面 这个像那个休格兰特 那是大影星吧 是吧 那他90年代的时候也嫖娼 被抓住过 罚了1000多美金 到后来他不一样成为这个大影星吗 一样演 观众已经原谅他了 在欧美这个社会 演艺人员出这些事 当然也是丑闻之一 也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不是大众整天盯着的焦点 反而是什么人呢 像这个纽约州的前州长 这个Spencer 是吧 应该是他吧 他还曾经担任过检察官 他在任的时候 他拼命的打击这个新产业 但是他竟然被FBI给抓了个正着 因为他花钱 让一个新工作者 从纽约好像去华盛顿为他服务 因为他在那 这个开会还是啥的 这涉嫌违法 给抓住了 因为在很多州 这个Escot Service 就是这个所谓的 陪伴服务 本身是不违法的 这个陪伴Escot 这个陪伴服务和卖淫 Prostitution 那还是两码事 因为没有人给Prostitution发执照 但是Escot Service 那是有执照的 当然很多人在Escot 就陪伴以后 发生了这个关系 这就复杂了 这有可能犯罪 也有可能没犯罪 比如说律师就会argue 律师就会辩护说 我雇的这个人 雇的这个Escot 这个陪伴女 上班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6点 我跟他发生关系是晚上7点 他已经下班了 所以这和Prostitution和静语这事无关 你看他这个辩论 是不是很有意思 说美国的法律 那真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钱就能让这帮律师信口死黄 但是在法律上他也站得住脚 你看人家Escot Service 上午一直陪着逛大街的 6点下班 到7点的时候 吃了越好吃晚餐 吃了以后两个人动情了 两个人越看越对眼就上了床 这样不是嫖娼 美国律师就这么来 这么来为他的客户辩护 所以这一辩护 美国也不愿意把司法资源 都投到这里面 那花好多钱 这些事情往往都是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除非你是政府工作人员 你是公权力人物 那才是真正的媒体 拼命去追踪 去暴炒的一些焦点 所以在欧美这些社会 在豆德方面的要求 没有人把它集中在演艺界身上 都把它集中在了 政治人物身上 那除了我刚才说的 上班时间下班时间 这个区别可以用来辩护以外 还有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法律也没有规定 说一个男生不准喜欢 不准爱上这个新工作者 是吧 你比如说像日本 这个性产业这么发达 美国 欧洲很多地方 这个都很发达 实际上 但为什么日本的警察 也不愿意老抓这些人 甚至在这里说一句 日本的性产业已经发达到了什么程度 给女顾客服务的夜郎店 已经超过了女性给男性服务的普通的夜店 所以你看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 就是和女性能够多大程度上 从身体 从心灵 从精神上 全面的解放自己 是成正比的 从这个角度讲 我认为中国社会 甚至美国社会 比人家日本 这个文明程度还要差出很多来 差出很多来 那在日本是咋办的呢 一旦你上夜店 花了钱和谁谁好上了 警察为什么不敢抓呢 是因为抓了没用 你怎么抓的 你怎么把人家放回去 为啥律师就来说了 那你这个我们这个客户 这个男同志 这个黎一峰 他在唱歌的时候 陪酒的时候 他就看上了现场的这个某某某小姐 他喜欢上他了 这个小姐呢 在那一刻也动了心了 他也喜欢上黎一峰了 他俩两情相悦 他就是爱上了 不行吗 哪条法律说不行 甚至是他出门走几步 看大街上站着的一个 又一个美女 他又爱上了 法律你能允许他不爱上吗 他爱上以后 这就和金钱交易 无关了 那就人家两情相悦之后 发生了很多事情 这在法律上 警察 检察官 你也没法证明 他就没爱上他 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又没有亲手抓住 他一手交钱 一手抄党章 你只要没抓得这么具体 这么实实 你在法律上就没法弄他 所以从这种情况下 日本根本就不去办这种案子 所以今天根据李一峰这个事情 我们又持前篇扯了这么多 对比了一下 欧洲咋办 日本咋办 李一峰咋办 李一峰是不是罪该万死 我看不是 给这些人一条出路 说白了 成年人之间 只要相互愿意 没有强迫的事情发生 应该给他们一定的自由空间 再说了 又环保 又健身 这里面没有受害者 你为啥抓他 这是事情的焦点吗 这是社会的当务之急吗 他都不是 另外在学科上 据我所知 在美国也好 在加拿大也好 在加拿大 比如说那个U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这也是加拿大 来自这个北美最顶尖的高校 甚至美国的很多高校 他都有一个专业 叫Sexuality 性学专业 研究的也很具体 也有很多很科学的定量的 和社会学学科相结合的一些方法 最近几年有很多的研究 颠覆了原来一些比较臣服的观念 那就是性产业 是对女性的剥削 是对女性的胁迫 是男性欺负女性的一个表现 一开始女性工作者 这个女性主义者也喜欢这个论调 但是这些年的一些社会调查 大量的问卷调查 大量的这个街头采风 甚至是纽加州那个 Rodcastle大学 一个非常著名的华人教授 那个张教授 也说不出名字来了 人家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下 做了很多的问卷 最后证明 80%以上的女性性工作者 她就是喜欢这个行业 人家都是自愿的 没有人这么多所谓的被迫 所谓的胁迫来参加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所以说如果你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只能说明你out了 out的太厉害了 当然这里面就算是自愿 他也有一些非常臣服的说法 说这些人就是为了挣快钱 是很多人就是为了挣快钱 这个东西你打工刷盘子 一个月能刷多少钱 你一晚上就能把一个月刷盘子的钱挣出来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确实经济因素是很重要的 但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要回到人性本身 有很多女生干这个 他就喜欢这个雨水之欢 他就喜欢这个活 他没有别的更多的原因 那在这一点上 那当年我在中国做记者的时候 也去采访很多派出所 官局 也认识好多这方面的人 当时90年代末 在北京的像国贸 像香格里拉饭店 这一代那些高级新工作者 人家都已经有开路虎上下班的了 路虎什么概念 路虎当时很高级七八十万 你想有几个在北京能开得起七八十万的车 这种普通的工薪组是吧 不容易 不容易 那后来我就问他们 你看挣钱挣得又多 每天还很爽 他为啥不干 当时我还问其中一位 我说 北京这么多牌子的好车 宝马奔驰 是吧 这个沃尔沃 你为啥 你为啥要开路虎 路虎的维修点很少 很难修 人家这位女士说了 我买路虎 就是买路虎的缺憾 你开车像Toyota Camry似的 走到哪都一大堆人可以给你修车 那多没劲啊 我这车要想修一次 得开车跑半个小 至少跑两个小时 从北京从北边跑到南边 才能找到人能修这车 这才叫生活的品位 你看人家 你看人家对生活的认识 对辩证法的研究 对品位的理解 都已经到达了另外一个高度 今天就不扯别的了 谢谢大家 欢迎您给节目点赞打赏 也欢迎您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更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 告诉我 您还想听聊什么 您想听的就是我下次要聊的 谢谢您 下期节目再见